這個都是它的油脂 比較大塊的肉開始切 這個魚它都會直接黏在上面 它表示這個油脂啊全部都融化出來了 它自帶那種黏性 我們現在要來處理這條針雕 我們要把它做成熟成的生魚片 那這條針雕我在釣的時候 在船上就已經把它做過那個腦地了 所以讓它肌肉啊直接立刻就是放鬆 所以這個魚體就保存得非常好 它這個顏色這個斑點都還帶有那個藍光 打鈴放在一樣放在一個塑料袋裡面 這樣子鈴片才不會在家裡噴得到說都是 它也是會噴 但它可以把絕大部分的鈴片都收集在這個袋子裡面 這個頭要朝自己身體這邊這樣子比較好抓 然後戴上手套比較不會滑比較安全一點 那如果你會怕被這些魚刺啊這些起刺到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剪掉都可以 你看大部分都在裡面了 如果你是喜歡吃蒸魚的啊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它這個旗的旁邊 都有一些很小的細菱 比較難刮掉 這時候用刀尖比較好去除 胸起的周邊 還有下巴這裡 這樣這樣 斜切進去 刀子打斜 用推的 一刀的這樣推進去 然後再拉回來 這個切口啊 它就是一個橫切面 從這樣子切進去 那繞到另一邊 另一邊也是 推下去 然後再拉 這個時候它的脊椎骨還沒有斷 找一個好的角度 用刀的根部這裡 來這樣 推一下 推一下 你可以聽到那個切過去的聲音 好 這樣子就斷了 它會有一個像這種 三角形的切面 你就可以把它的肉 多保留一點下來 這時候整個這個 內臟 就可以直接拉掉了 這樣這樣 直接取掉就很乾淨 這個血核會在脊椎的地方 即使我在船上已經把它放血了 但是這個地方啊 這些血它還是會凝固在這裡的 所以這個用刀尖輕輕的給它刮開一下 最好的就是在水龍頭底下 邊沖水 然後邊刷 它會刷得更乾淨一點 這樣子就可以了 骨頭上還有一點點是沒關係的 那下一個動作就是泡鹽水 這個是我事先準備好的2公升鹽水 那鯊魚之前就已經要先放在冰箱裡面備用 把它冰涼 那2公升的鹽水就會配60克的鹽巴 這個是我事先量好的 然後那個鹽巴河水的比例就是 100ml的水 然後配上3克的鹽巴 那這裡是60克 我們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把它攪拌均勻 至於這個水量該準備多少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只要足夠泡過你的魚體 這樣子就夠了 把你的魚泡在這個裡面 泡個20分鐘 我們這個過程 再拿回去冰箱裡面冰著 這樣子可以保鮮 現在過了20分鐘 我們把它拿出來 因為熟成的過程 它最怕的就是那些多魚的水分 它水分就是會讓它長細菌的一個原因 而且我們熟成的過程 也就是要把它的水分吸出來 讓那個魚的甜味 還有那些風味也更好 它就是水分去除了 剩下來就是濃縮的 這樣子就擦得很乾了 那這個是熟成專用的紙 它其實一捆滿大捆的 它一捆有很多張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熟成紙 也沒關係 直接用這個廚房的紙巾 這個紙巾要選這種比較厚的 質量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就會比較容易買得到 那就用兩張墊在下面 上面身體的部分也用兩張 蓋在上面 那中間的地方 再用一張廚房紙巾把它折小快一點 折成有點像這種條狀 把它塞到那個魚的肚子裡面 這個肚子也會有多餘的水分 然後壓在它這個骨頭的地方 把它壓緊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廚房紙巾折好 折好然後包緊魚身 背上的這個就壓進去 像這樣 那下面的就直接把它拉上來 這樣蓋著 好 這樣子就捆得很緊了 把裡面的空氣擠掉 那如果你家裡是有真空機的 其實就不建議用真空機啦 因為真空機它把空氣吸得太乾淨的話 它裡面沒有空氣去做氧化 那你的熟成的效果就會比較慢一點 當然真空機也是可以 它那個真空機使用的話 你的魚 本來就是熟成兩天它就很好吃了 那等於你可能要熟成三天或是四天 它才會達到那個效果 但另一個好處是真空機 它可以讓你的魚體保存的比較久 如果你那條魚是比較大的 你打算熟成比較多天 然後慢慢吃的話 那個就可以用真空機 那這個是小魚嘛 熟成兩天三天我們就要吃了 所以就用這個保鮮膜 直接給它捆起來 這樣子就已經很好了 這就放冰箱保存 然後每天都要換紙 明天我會把它拿出來換紙給你們看 今天是第二天 我們要拿出來換紙 魚體的表面呢都是乾的 那肚子這個也拿掉 那這個時候再重新放紙在下面 然後肚子裡面也要塞紙 這個紙一定都是每天都要換的喔 今天是第五天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鯛魚 它在熟成的時候 差不多第五天的時候就蠻好敷的 基本上它這個紙上面 一樣有水分 但是已經不太多了 你就感覺它是有一點潮濕的那種感覺而已 那一樣這個熟成的魚 你要切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拿起來 先聞看看 聞起來看有沒有魚腥味 或者是摸它這個表面 有沒有那種黏液啊滑滑的 如果出現滑滑的那種 那個就不對了 那個就是細菌 那個不要吃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看它的外觀 有沒有變色 變咖啡色或者是變綠色那樣 那個就不可以吃了 那先把這個肉取下來 哇這個 我剛剛摸進來這裡的時候啊 就已經摸到這個油油的 這個都是它的油脂 肋骨這裡去掉 先把它挑開 順便這樣過去 挑開這裡有一個縫 你的刀子順勢的滑進來 刀子有點往上挑 然後你這手就扶著這裡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刀子在骨頭旁邊這樣過去 像這樣去完這個肋骨的時候 我們下來去皮 從它的中間 先把它切對半 這裡有一排刺 之前我都是用挑的嘛 我們今天用直接把它切掉的 差不多都在這個位置 那個鯛魚啊一定有一排刺在這裡 這樣 切的時候我們都先從它的背部那一塊 比較大塊的肉開始切 好這樣子就可以啦 這是我自己在家切的 熟成五天的針雕 盤子都放直立的 這個魚它都會直接黏在上面 它表示這個油脂啊 全部都融化出來了 它自帶那種黏性 雖然我切的挺厚的 它還是黏得住 那如果你是愛吃生魚片的 不妨你可以自己在家試試看 這個熟成生魚片的方法 我已經試了很多次了 嘗試做過的魚也蠻多種的 基本上你跟著我的步驟 它都不會失敗的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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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囉